武汉解除离汉离厄通道管控措施以来 参与反港体检的人员随之增多 目前武汉十多家医疗机构推出相关体检项目 记者4月11日在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看到 等待体检人员相隔一米排队 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下登记预检分枕 体检人员从登记到体检结束 大概只需要半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吧反正就是这个就是每个人嘛 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嘛 对吧首先你首先是对他人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对吧 主要就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健康和身边的朋友的一些健康 就让大家都放心一些就过来检查一下 据湖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周凤介绍 武汉市复工体检分为核酸检测 抗体检测血液分析CT检查等多个项目 各医院收费标准一致 周凤介绍 该医院推出复工体检项目后已有约9000人前来检测 周凤称排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各项检测不需要空腹抽血 不论上午还是下午都可以进行体检 他说这样一套流程对于临床出筛帮助很大 准确率大约在7至8成 我觉得现在就说鱼群的虽然已经控制住了 但是鱼群的防治防治它的蔓延现在也是我们重中之要的工作 所以说复工体检我说应该是对企事业单位 也是对个人对单位的一个健康安全的保障 武汉以外的多地日前出台对离汉人员加强核酸检测的措施 有不少参与检测者有相对急迫的离汉需求 武汉市长热线工作人员说 该市核酸检测以应检进检 愿检进检为原则 有需求者需先与所在社区联系 再前往指定医院体检